這一種是聞得到啦 這種可以打開還是聞得到啦 那個很刺鼻了 這是漂白水 漂白的 對 它有漂白的 對 那個漂白 有時候沒有漂好的時候 哇 那個衣服拿起來 就忘不過國旗 我會 我剛剛想說 我會選第一號啦 因為那個我們家小朋友 想說好愛那種柔軟的感覺 第一號 可是先聲明喔 我現在已經不用那個東西了 小朋友長大了 我現在靠太陽囉 我曬太陽囉 剛在場只有這些 可是以前真的小朋友好愛那個香味 是 它這個是衣物柔軟精 對 而且淡雅 清香 對 好 那芮玲你要選哪一個 我原則上我剛剛講嘛 我不選粉狀的嘛 是 對 所以我選乳狀的 所以原則上 你知道我會強調潔白 潔白 然後而且還要這種除眉 紗菌之類的 所以我大概選 我會選六號 然後我說白 是因為我有時候襯衫 我們先穿的時候白色的 所以我必須要用漂白水 漂白水 對 再加漂白水 OK 好 那我們請吳教授 先來看阿二姐的好了 它這個衣物柔軟精 它的成分是什麼 其實這衣物的柔軟精 它是 我們一般來講是介面活性劑 它這個介面活性劑 通常一定是陽梨子型的 介面活性劑 但是它並沒有明確的講說 它是什麼樣的介面活性劑 它成分就是柔軟劑 介面活性劑 香精 很簡單的三種 這個東西你拿去洗衣服 其實也可以 因為介面活性劑 本來就是可以用來洗東西的 只不過你洗的過程當中 它不會有什麼泡沫 你會覺得說好像沒有怎麼洗乾淨 其實洗得會滿乾淨的 還是可以洗乾淨 但是擔心的是這個東西裡面有香精 香精就不知道是什麼香精 比如說是薰衣草香精 裡面的化學成分也很複雜 可能高達大概二十幾種化學物質 至少 所以我們看到香精 就表示它是化學物質對不對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很多都要用薰衣草 還有我現在喝薰衣草茶 都覺得好像在喝洗衣服 因為安神就叫 安神 因為其實這個當初他們在做的時候 有一個功能就是 你知道我們洗衣服的時候 是不是所有東西都糾纏在一起 它叫你好抽 就是在洗的時候 不會說不會打結 所以弄起來就很好 可是我們就覺得很妙你知道嗎 因為之前有一個案例就是 一個太太她在菜市場 有時候有小發財車去賣這種東西 像衛生紙 日常用品 她買回去的時候 好好抽 真的 跟果告一樣 跟抽面子一樣 可是當它曬乾之後穿回之後 全身長滿整個 對 然後可能就是 剛剛教授講的香精惹的貨 對 因為有時候香精會過敏 這裡面香精介面活性劑跟柔軟劑 對身體最大的危害是香精對不對 香精是其中危害最大 還有其實這個香精 你這個把它打開 你放在那邊 過了甚至一年 兩年 它都還香香的 它為什麼香精加進去 定香劑是不是 對 它會加一些定香劑 以及乳化劑在裡面 所以你要讓它維持這麼久的香味 在這裡面 然後即便洗到你衣服上面的時候 它的香味還可以維持的時候 就有定香劑在裡面 很多定香劑都是環境荷爾蒙 都是我們以前所知道的塑化劑 可是教授你剛剛想說 這個也可以拿來做清潔用 我是用錯嗎 因為我再用這個柔軟的時候 我是另外會再加洗衣粉的 其實你不要再另外加洗衣粉的 不用嗎 如果用這個 因為洗衣粉一般的這個 介面活性劑 是陰離子型的介面活性劑 你洗完之後 因為靜電關係 衣服會糾結在一起 這個是陽離子型介面活性劑 一加進去之後 陰陽離子它中和掉了 它會自己分開 不過我們一般在洗 所以你的衣服就會變成 不容易糾結 然後變得很蓬鬆 對 這種陽離子型的這種介面活性劑 也是可以用來 比如說刷洗廁所 甚至用在我們所謂的洗碗機裡面 在洗碗的時候用 可以拿這個來刷廁所嗎 可以啊 這裡一定要再強調了 對 剛剛提到說跟衣服一起用 事實上我們在使用的時候 我們是分開的 分開的 一定要分開 到最後一道清水的時候 它洗衣機才會加進去 所以很多媽媽 它千萬不要兩個放在你的洗衣槽 你一定要洗衣粉放洗衣粉盒 柔軟筋放在柔軟筋盒 它洗衣機自動會到最後一次水 它會加進去 它如果一起加會怎麼樣 一起加就等於沒效了 而且它也會被水沖掉 等於它就沒有柔軟又香的效果 阿和姐你沒效了很久 你都不知道 不會啊 我們小孩還是一直有效 阿和現在一直都有在微笑 還有剛剛布教授提到說 可以拿來刷洗廁所 這件事情還是要提醒大家 因為這個東西非常滑 如果拿來洗廁所的話 廁所會很滑 會危險 那它可以洗馬桶 馬桶 馬桶 地面 那因為我們如果不小心 滲到地面上會很濕滑 因為我自己曾經因為這樣子 跌倒過一次 這樣子喔 它非常的滑 然後我拿拖把怎麼拖都沒有用 所有街面活性劑都會滑 後來我就打電話 去給柔軟精的公司 我說你這樣怎麼辦 我已經擦了二十幾遍 都擦不起來 他說 這麼恐怖喔 因為它是很滑 它有加那個 那穿在衣服上怎麼辦 所以你會很柔軟喔 所以你也知道就是說 這種介面活性劑 它是很容易殘留的 對 它也很容易跟地板 它不容易洗乾淨 可是有一個方法很簡單 後來那一家公司就跟我說 你就拿洗衣粉或洗衣精 因為洗衣精是冰梨子 一個洋梨子 你用一點點是上面 很快就乾淨了 所以我用那一次以後 就原來用這種方式 所以提醒大家 如果你要用來洗馬桶 要小心不要弄到你的地面上 再加上我們裡面又有水 非常危機 還好有解藥 好 所以剛才這一個阿二姐選的 其實我們在意還是香精的問題 那這個瑞麗選的這一個呢 濃縮洗衣精 白淨好沖洗 它主要的成分 它主要成分非常複雜 非常複雜 比剛剛的複雜 複雜多了 但是它比較誠實寫的比較多嗎 我覺得它還是有不誠實的地方 但是問題它是一個濃縮 濃縮就表示 它裡面的介面活性劑 或其他化學成分的量都滿高的 這裡面可以觀察得到 它寫很多耶 很多 而且這裡面的成分呢 還有致癌的成分在裡面 而且它的主要成分很特別喔 它全部是英文 我都看不懂 對 你不是拿手機出來滑一下 看一下 趕快查一查 我們的這個政府規定是說 主要成分寫中文 英文都可以嗎 嚴格來講有英文呢 它應該貼另外一個標示 把中文給翻譯出來 像這裡面的話 比如說它還有香菌 它就是有香菌了 然後它這裡面呢 也有所謂的 英離子型的介面活性劑 然後洋離子型的介面活性劑 也都在 然後它還有所謂的這個 它用來叫做抗菌 抑菌的成分 這個成分本身是一個致癌物 這樣子啊 對 抑菌 所以嚴格上來說 它不是一個安全的產品 這個東西不是一個安全的產品 這我也是以前用的啦 大家不要害怕 對 但是這個 說實在 這個品牌還算滿大的 是大品牌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是在用量上面要注意 還是說教授你的建議 任何的這個 洗衣服的洗潔精 最好都用比較少量 比如說它如果建議你 比如說50CC 30CC 你也許自己要把它剪到 大概10CC 什麼 少量洗不乾淨耶 我都是加量 雙倍 錯 其實這些東西都是在幫助水而已 對 最厲害的是水 水用來清洗你的衣服 那它進來了之後呢 是把髒的東西 跟我們衣服的纖維的 這個作用力給減少 然後容易被水給帶走 所以真正你在洗衣服的時候 最強的這個洗淨功能 還是來自水 可是要是我們的衣服 被一些油漬啊 被一些什麼口紅啊 化妝品弄到的話 水沖不掉啊 水沖不掉 這個時候就表示說 它跟我們衣物纖維的這個作用力 不是光用介面活性機 可以去除得掉了 因為在清潔的原理當中 介面活性機 只是清潔原理其中的一個 有時候你還比如說 可以用氧化還原的這個原理 甚至有時候用酵素的這個原理 有時候更厲害 比如說大家去把衣服拿去乾洗的時候 乾洗是用溶劑 是用溶劑的這個原理 那有時候你不知道 洗衣服的時候會加一點溫度 那個是溫度 溫度去溶解它的這個原理 所以洗衣服的原理很多 比如說像剛剛講的 沾到什麼東西 確實很難洗的時候 這個時候比如說你用一點 像是雙氧水 這就是氧化還原的原理進去 或者你用酒精 這個就是溶劑的原理加進去 所以不一定要用這種介面活性機 去洗淨的這種原理 這比較麻煩是像一般沾到 只是偶爾 小朋友長大也不太會沾到髒東西 男生那個襯衫的領子 黃 我老公都說用水洗 那你再加手刷嘛 你自己刷刷看 很累耶 那個領子最會 不一定要去買什麼 我們所說的這個漂白水或什麼之類 你藥房都有那種雙氧水 雙氧水就可以 雙氧水都可以拿來用 雙氧水不是擦傷口的 擦傷口所以它表示說 它其實沒有這麼大的害數 所以我們是碰到那種發黃的衣服 用雙氧水去處理會有效果 對 發黃的衣服有時候 比如說你洗乾淨之後 你拿去讓太陽光曬久一點 這黃色也會不見 那是因為陽光作用之下 跟空氣之間的氧化的作用 然後來幫助它把這顏色給退掉 那我們如果說沒有這麼多時間 曬這麼久的陽光 你就用比較好的這個方式 像剛剛雙氧水 也是一樣氧化的這個方式 對 教授這我有問題耶 你有沒有看過購物台 購物台有沒有 它的口紅一塗 然後那個領子噴醬油 或者很黃 它只要一放下去 就是白的 馬上就白了 我們家女兒說那個好有效嗎 媽媽買那個 那到底是什麼 那種是特性的 通常來講都會加一些生物酵素 生物酵素 酵素通常是針對特種的污垢 或特種的污垢裡面的化學成分 把它破壞掉 這種我們叫酵素 酵素在對應分解這個物質 通常說一對一的 它用到別的地方 髒的東西就沒酵了 你如果說我這沾上去是醬油 它是用來分解醬油 有分解醬油的酵素 你比如說 專門對付 對 不同的東西 因為酵素通常都是一對一的 所以但是也 那個酵素對我們身體健康 通常來講 如果這個酵素是天然生產的 比如說是它從某一些的 這個植物裡面抽取出來的 或者是從天然比較好的 這些菌類 它繁殖了之後 從菌類自己分泌出來的 這個東西通常比較安全 OK 好 我現場看到一個很厲害的是 因為它廣告打很大 然後就說它 蓄污效果非常的強 就是這一個